大家好,今天要和大家做我的麻糬QQ 我今天會做三種味道 第一種是芝士味 第二種是抹茶和朱古力 先把糯米粉加上泰白粉過篩 另外芝士粉也要過篩 這次我會加鹽 如果你本身的芝士粉是偏鹹的話 就不需要加 拌好之後就可以加蛋 已經融好了的牛油 還有牛奶 牛奶方面我會分次加 分開加是避免麵團過濕 如果你們擦擦擦的時候 感覺到很乾身 差不多時候就不需要加牛奶 搓到這個狀態就差不多了 另外抹茶和朱古力也是這樣的做法 麵團都準備好了 我們就開始造型了 我們可以預熱焗爐 我準備了芝士片 待會我來包芝士味使用 然後把它加上一塊 拆好後可以入爐烤20-30分鐘 等到出爐就完成了 影片到這裏 喜歡的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再見 請坐